大家好,歡迎收看 ONE GAME UP 又來到 ONE GAME UP CALL SOVER 卓又回到丁 我們丁甚麼遊戲呢? 今天是丁一隻新出的 我不是很懂讀的名字 ITO 為甚麼會丁這個遊戲呢? 原因是因為遊戲設計和illustration 都是326 326是誰呢? 反轉盒你就知道了 就是之前兩隻 一隻就是The Games 一隻就是Bumper 拆彈的合作遊戲 日本版的畫家 這次這隻遊戲 其實一見到的玩偶 我基本上都會收 玩下去我們都覺得 非常值得推介 所以這次就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如果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隻 講話的The Mind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之前Ross 也有介紹過The Mind 是怎樣玩的 其實它是一隻合作遊戲 首先就是一班人 可以去到十個人玩都可以的 現在台面上高 就是一疊一至一百的卡 這些卡上高 今次其中一個 為甚麼會一見到就馬上買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今次一至一百的卡上高 每一張基本上的公仔都不同 不過當然啦 有偷計位的 譬如它有不同的 combination 去組成一張新的卡的公仔 但是基本上 每一張卡上高的artwork 都是不同的 這樣就非常吸引 我也這麼說 純粹買畫 都值得買 所以相比起之前 例如The Game 或者之前那隻Bumper 就是拆彈的遊戲 其實artwork的份量 是多很多 當然啦 有朋友說 其實這些是一些舊畫 例如他以前 在video game時代 用過的畫 他都會拿回來用的 但是我不要理 我看到每一張牌 都不同的公仔 又是這個我自己喜歡的畫風 我就非常之喜歡 好了 講完畫之後 講一下遊戲怎樣玩 這個遊戲的玩法 就是一個合作遊戲 如果有玩過The Game 都應該很容易理解 但我再重新講一次 首先遊戲分三個回合 每個回合 就會派牌給每一個朋友 假設我現在有四個人玩 我們就會派第一個回合 每人一張牌 大家看完這張牌之後 就會在這些主題卡裡 抽一張出來 之後就大家去討論 就討論一下 究竟用上高的主題 還是下低的主題 舉個例子 例如上高就是職業的人氣 什麼意思呢 你要透過 用這個主題 去表達你自己手上高的牌 的大小 他都說 人氣最高的 就是100 人氣最弱的就是1 舉個例子 我那份工作 人氣很強的 而我手上那張牌 的號碼很大 我就會講一個這樣的工作 舉個例子 這次有點難度 比如我25 我覺得這張牌 中規中矩 我就講一個職業 有什麼職業是中規中矩的 例如是廚師 我覺得廚師 又不是很多人想做 也不是很少人想做 中規中矩 比如我是拿著這張卡 我就說 我的卡就是廚師 你聽完我這個 你會覺得不對勁 我這個這麼小的 人氣一定最弱 有什麼人不想做 例如洗碗 這個人說洗碗 如是者 每個人都講一個職業出來 大家聽完職業之後 就想一下 究竟我們找不找到最小的那個 譬如他拿著10號 他都覺得自己小 他就說我倒垃圾 我們這兩個人講完職業之後 我們覺得這兩個人應該是小的 一個就說自己洗碗 一個就說自己倒垃圾 他們兩個就自己再想一下 究竟他覺得這張比較小 還是他覺得這張比較小 然後他們兩個自己再去講他的職業 洗碗也不夠小 再小一點 但留意 在遊戲過程中 你不能夠講數字 不能夠講大小 你只能夠透過更換職業 去讓別人知道 你張牌的大小 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他有趣的情況 譬如他洗碗 他說他倒垃圾 我覺得我的那張比較小 那你就要想一個 比起洗碗更弱的職業 譬如我大力 我黑衣 黑衣沒有了 大家都覺得你講到黑衣那麼大 好 那你先出 好 出了一個 黑衣 接著我們三個人就要看看 我們有沒有牌小過他 如果一有牌小過他 即是我們失敗了 我們就要扣血 如果一個人的牌小過他 就扣一滴 兩個人的牌小過他就扣兩滴 順利過了 沒有人小過他 好了 我們三個人又要繼續 譬如他剛才說 他黑衣出了 我們兩個都覺得 你應該小一點 他就出了 然後我們兩個 他覺得他小一點 這樣就出了 OK 如是者 我們叫他一個順利的 不用扣血的 為止一局 一局完結之後 就會每人派兩張卡 跟剛才的情況一樣 我們會有一個題目 譬如今次的題目 就是這個 漫畫角色的強度 一至一百 漫畫角色 我比較熟 OK 那就看看牌子 譬如 今次不要看別人的牌 看這個 糟了 33、35 中間數 那出什麼漫畫 例如是中間 中間 笛子魔童 OK 留意 你說兩張卡 記住 永遠都是小的那張 我那張就是笛子魔童 OK 然後輪到這個人 這個人看一看 喂 不用想 這個 這個 餃子 那就輪到他 看看他那兩張 這張 好 這張 弱弱的 阿洛 好 然後到最後這個 喂 全部都這麼中規中矩 這個 OK 這張 無限 好 那我們就去討論 究竟笛子魔童 餃子 阿洛 和無限 究竟哪一個比較弱 大家都覺得 餃子 他當然覺得他那張一定是小的 他覺得他那張一定是小的 那我們三個就覺得 看一看自己 中規中矩 都OK 好 讓他先出 當他出完這張卡之後 他要講一張新的 因為他現在手上那張牌 那號碼不同了 這張也是小的 今次這張 今次他有積可沉 他就可以用這張 如果這個是餃子來講 這個就可以高一點點 比如說 陶伯伯 我們就在想 糟了 陶伯伯 陶伯伯 其實我扔子魔童 不用怕 其實這兩個比較 爹 阿洛 和無限 糟了 陶伯伯 阿洛無限 什麼時代 陶伯伯 如是者 今次 每人要出兩張牌 要全部出 而 剛才說 每個回合 都是三滴血 如果扣了血 回合與回合之間 就會補一滴血 到第三個回合 每人派三張牌 留意的就是 有限時的 第一個回合 十分鐘 第二個回合 十分鐘 第三個回合 十五分鐘 那遊戲基本上 就是 如果你問我 就是一個簡單化的 講話的對話 不是簡單化 是可以講話的對話 而且他講話的題目 其實也挺有趣的 他有很多 例如漫畫人物 童話的角色 人氣的飲食店 人氣的車站 有名的藝人 有名的人的收入 表面上 這些題目 其實 未必是真的 很有趣 但是他有趣的地方在於什麼 在於 當你要不斷找一些新的人物 或者新的事物出來 要去表達大小的時候 就會有些很搞笑的情況 舉個例子 例如剛才 他出了餃子 但是有些人拿著一個一 老實說 你只是餃子 我要找一個 差的餃子 那你可能去看 有時候你看 慘了 龍珠裡面沒有 那怎麼辦 那我不管了 我拿一個 我拿一個 野口同學出來 那大家可能會突然浪費 他餃子 他野口 他是不是會更差 但是你又拿著 例如我拿著一張 衣服 有時候有些冤家牌 你就要去想一些 你想都想不到的情況 出來去說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 這麥克風是神遊戲 你現在去 去翻兜一隻可以說話的 相對來說 沒有了那種神遊戲 但是我又會這樣說 有時候這些有題目地去想一些東西的遊戲 往往玩出來會有些很特別的味道 你猜都猜不到 他們會想到一些很古怪的東西 譬如我們上次說 型仔的程度 我們那次有人 一開始拿過位數號牌 叫了百兩金出來 打算死了 百兩金你一定沒有 然後有一個人說 不是 我都過位數號牌 他沒有說出來 他心想 我都過位數號牌 你百兩金我應該要再差你 那大家就要去想 如何在百兩金之下 再找一個不型的身份 那開始就要去想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出來 那在這個位置 他就會有一個有趣的成份 走出來 那這個是這個遊戲的 其中我覺得 玩下去的趣味的地方 那還有呢 這次他除了 這個ITO 這個遊戲規則之外 他還可以一遊戲兩玩 他還有另一個 玩法 這個玩法 就是一個team up的遊戲 那怎樣玩呢 就是 跟剛才的情況有點相似 這次不是玩命的 這次很簡單 就是 每個Player 就排一張卡 然後 然後 大家就去 用一些 的題目 去找 大家的 那個 Partner 找個Partner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要找 兩張卡 加起來 數字 是 最接近100 不可以大於100 OK 不可以大於100 舉個例子 譬如我拿了一張35 那叫中間的卡 我就會想找一張大的卡 OK 如果這些小的卡 我會找一張超大的卡 那我們就要去找 那遊戲的過程中 就會有很多趣味的地方 就是 我怎樣可以透過 講這些話 去被人猜到我張牌的大小 而去配合得到 舉個例子 譬如我拿了一張58 一半 那他拿了35 我說要找個大 那可能我們 去找個大 我們去找個大 這個找個小的過程中 我會慢慢慢慢配合到兩個 那這兩個人的牌 加起來 就會有93 那很大 OK 那譬如這些 加起來 35 接著 配合 這個就是 38 OK 如是者 這個是最大的 這個是第二大 這個是第三大 這個就會 拿分數 那最近一百 就是 如果是三拼 就會拿三分 OK 接著 第二就是 兩分 這邊 這邊 最後這個就是 一分 一卡兩用 後面是題目 這邊就是分數 那如是者 你有很多種 你可以玩 鬥快去到某個分數 你也可以玩 鬥多局數 類似 我們自己玩 我覺得這個遊戲 超級適合 和異性朋友 玩 找配合的遊戲 還有它有一個 特別的規則 就是如果 這麼厲害了 你找到另一個人 加起來 剛剛好是100 的話 你就會 馬上結束 你贏了遊戲 不管多少分 這就是 我們叫做 命運遊戲 你找到 你命中注定的一個 還不是 跟女生玩 或者跟異性朋友玩的 一個非常好玩的遊戲 你玩完之後 你過一晚 只找到一個 命中注定的一個 你已經可以說了一晚 我覺得 作為Party Game 來說 當然你說 我都贊同 但是你說 這個變體的版本 我覺得它有一個 趣味性 它未必有一個 很新的設計 但是 在玩下去的感受 我覺得非常適合 新手去接觸 尤其是這些題目 藍色的比較大陸 粉紅色的 它就叫做 是一些 比較 撩困一些 就是 一些比較 窄向的 不是說漫畫 只是一些專門向的 題目 可能玩到的味道 會再出一些 好 今天我們的場合 就是 ITO 不知道是不是 ITO 的遊戲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下集再見 拜拜